大家好,我是Sanker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香酥肉又香又脆 这块肉怎么做都非常好吃 配料有红水,葱,姜,红辣椒 我们先把肉改小一点 先把薄的地方切出来 中间如果太厚就把它片开 再稍微把它剁一下 再来切点配料 将切片稍微拍一下 切好的猪肉来腌制一下 配料下,淡青,盐,胡椒粉,生粉 洗干净小手把它抓到均匀 抓到小手入味,放在这里,让它腌制一下 把腌制好的肉打上面包糠 稍微给它按一下 好,这样就可以了 起锅烧油,油温烧到四成热,下锅炸 中火慢炸,切起火后 不要开得太大 把肉炸起火后,不要开得太大 把肉炸起火后,不要开得太大 炸到炸起火后,看起来有点收缩 变小 这肉就是熟了 插厚的地方进去看一下 把它夹起来 再把油烧热一点,开大火 复炸30秒 复炸一定要大火 这样炸出来的猪鸡肉不会太含油 OK啦 趁热把它切成薄片 油烧油胖啊 又想生活过得去 排上必须整点绿 享受Degangic 自己在家做给小孩吃 家里来客人上一旁都是非常适合 外香里嫩不特别的 爽脆 喜欢这道菜,记得点赞 拜拜 沙特麦夹喝,夹六,你腻五二 潮州人的年月饭餐桌上 鱼也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常见的清蒸鱼就是 商丝淋热油 商哥今天来给大家介绍 潮州的老式蒸鱼 洗干净的桂花鱼 先控干水 再准备好葱丝 姜丝 辣椒丝 香菇丝 还有肥肉丝 加入酱油 蒸鱼齿油 花生油 九磅均匀 抹在鱼身上 水开一下锅 蒸六分钟即可 蒸出来的汁水 重新倒为锅勾芡 再淋回鱼身上 将蒸出来的鱼比较入味 如果家里有老人 年夜饭可以试试这种蒸鱼的做法 今天继续介绍 年夜饭第二道常见菜式 白酌虾 潮州属于沿海城市 年夜饭上 海鲜也是必不可少的 潮州人饮食 口味比较清淡 讲究的是原汁原味 所以最常见的海鲜做法 就是白酌 新鲜的大虾 减六虾须 再烧一大锅水 加入姜 葱 白酒 盖上盖子煮几分钟即可 再切一点小米辣 蒜片 葱 淋上热油 再加入酱油 一款简单食用的白酌虾酱 白酌虾味道鲜美清甜 而且白酌出来的大虾 颜色通红鲜亮 寓意着新的一年日子 红红火火 潮州的年夜饭都有哪些特色 大家好我是三哥 今天接到央视频的邮请 让三哥介绍我们潮州年夜饭的一些美食 推广潮州美食 三哥义不容辞 马上开干 在潮州做宴席给做豆 吃宴席给到夹豆 潮州人做做宴席通常有十二道菜 我们叫做早急菜豆 所以早急菜豆 也是用来形容菜式非常丰富 年夜饭我们称它为为炉 就是一家人团圆坐在一起 这个意思 也是我们潮州人非常重视的节日 所以今天三哥安排十二道菜式的年夜饭 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道 白果甜汤 这道甜汤是潮州逢年过节 必不可少的甜品 用白果和鸚鸚蛋煮出来的甜汤 汤水清甜 白果韧静好 鸚鸚蛋香 做法也特别简单 鸚鸚蛋先下锅煮熟 再去壳 白果洗干净后焯水 加入白糖腌制 再切一点潮州的干皮备用 锅里加水 干皮先煮出味 下腌制好的白果 去壳的鸚鸚蛋 煮十分钟后 适适甜度 出锅撒几颗枸杞 一道简单美味的潮式甜汤 就做好了 潮州人宴席讲究甜头甜尾 代表着一家人生活幸福甜蜜 哈囊哈行鱼 如果有哪道菜 是潮州年月放餐桌上必不可少的 鸚鸚绝对是其中之一 潮州人对鸚鸚是非常情有独钟的 源自于潮州饶瓶的丝头鸚 是国内最大的鸚种之一 潮州鸚鸚就是用丝头鸚来鸚制的 选用潮上地区的三粒老囊浆 加入其他的鸚溜漫滑鸚制而成的鸚鸚 逢年过节 祭祖拜神都会用到它 深受我们潮上人的喜爱 所以潮州人的年月放餐桌上 鸚鸚是必不可少的 有时候对过年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家家夫妇都在门口鸚鸚做果 潮州鸚鸚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不管是自家鸚制还是买现成的 鸚鸚所代表的 已不仅仅是一道菜油 更是浓浓的年味和香芹 快过年了 鸚鸚,你们准备好了吗? 浸水汤汤,没开水 南灰汤 这道菜在潮州年月放的餐桌上 也是非常常见的 烹饪方法也特别简单 灰汤用高压水枪清洗干净 放往里 加两条稳水套 倒入八九十度的开水 筷子久拌一下 烫二三十秒就可以 看到壳能掰开 吃完灰汤,壳还不能丢掉 又把它放在门口,猛牢枯 水汤的形状跟古时候的钱币非常的像 我们潮州话叫做 所以吃完把它放到门口 寓意着来年进出有钱 老板,吃什么饺子 吃什么饺子 大家好,我是三哥 今天我们来做紫菜酒汁 非常好吃 食材 紫菜 鸡蛋 鸡肉 肉末 青菜猪 现在把紫菜煎一下 锅烧热不用放油 凉面煎一下 紫菜更香 有条件的话也可以放到微波炉里面 盯一下 头水紫菜 看到没有 紫菜稍微煎一下 它就绿绿的 煎好把它揉碎 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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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什么 吃什么 把它揉碎 备用 重新起锅烧一点油 鸡肉 现在把它煎一下 煎30秒 把它倒出来 趁热把它剁碎 这种鸡肉 一定把它剁得很碎 不然讲起来 哇 不好感 这是潮州酒汁馅的灵魂配料 好 剁成这样就可以了 把准备好的食材 放到盆里面 肉末 鸡肉 芹菜猪 再来打个笨蛋 调味少许盐 胡椒粉 把它搅拌均匀 就可以来包饺子了 这个馅特别的香 不包酒汁直接蒸了炸的都可以吃了 老外包给我 来了来了 小心 不要再吃 还包一样的 这里一盖一样的 咱们酒汁的形状自己发挥 我只会包这样的 不够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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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是均匀包的酒汁 搞定一笼 上锅蒸 水开下锅 蒸8分钟 吃酒汁咯 做法简单的 紫菜酒汁 肉馅这样子调 又鲜又香 好吃 不腻 赶紧来试试看 我正在筷子 我正在筷子 好好吃 今天我们的点子 合唱满脑的菜套 大家好,我是Sanker 今天我们的做的 很好的做的 菜套包 准备吃菜 内面煎的菜套 要先准备一点 准备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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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最便宜 最便宜 锅烧油 砂锅烧热 把虾米肉末炒香 加一点薄盐 炒香后 萝卜丝下 加一点水 有鸡汤 猪肉汤 都可以下一点 水不用加太多 把萝卜煮了会出很多水 盖上盖子 先煮5分钟 煮了5分钟 来加少许的鱼露 刚刚做饭 有加盐了 不要加太行 再来一点点鸡粉 胡椒粉 把芹菜辣椒丝 放上去 盖它个30秒 出锅了 烤版会是7点 刚刚的好吃 又可以找 后来有菜菜 有买买去的 一定会长 哇 鸡肉这样做 太香了 大家好 我是张哥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 非常好吃的 盐局鸡饱 准备食材 胡椒鸡半汁 配料有蒜头 姜 红葱头 还有一条蒜 头尾切开 洗净控干水 鸡肉 先来腌制一下 盐局鸡粉 10克 酱油2勺 蚝油1勺 香油半勺 再来一勺花生油 酒放均匀 让它腌制一会 起锅烧油 砂锅烧热下油 蒜头姜爆香 红葱头 六头可以稍微多一点 等一下鸡肉下去 就不会粘到锅底 炒出香味 剩拔了 再把鸡肉夹下去 盖上盖子 锅边淋一点花雕酒 转小火 让它焗10分钟就可以了 手扣在这里 手扣掉 时间到开盖 要没有加一滴水 焗出来这么多水 要把蒜叶 辣椒片放上去 盖上汤食成 再盖1分钟 简单易做的银鸡鸡肉 鸡肉这样做 非常的入味 下来快换回鞋糕了 三哥你在煮什么 我在楼梯都闻到了 好香啊 用你的银鸡鸡粉煮的鸡包 看一下 回鞋汤了 楼梯闻到了 跑得太快了 吃到菜 好吃又容易做 大家好我是三哥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 金银菇蒸生蚝 准备食材 生蚝10块钱 金银菇1半 2块钱 蒜蓉 辣椒米 菜脯 芹菜 还有点葱花 金银菇先用水 把它泡一下 生蚝加一点生粉 把它洗干净 洗的时候要温柔一点 不要再摔滑了 生蚝处理好 来调点蒜蓉酱 生蒜蓉 菜脯 辣椒 芹菜末 再来一勺 蒜头油 再淋上一点热油 开始调味 加一勺鱼露 菜脯是咸的 鱼露不要加多 蚝油一勺 胡椒粉 来一点 几颗白糖 调和一下 搅拌均匀 这蒜蓉酱非常的香 把切好的金银菇摆在旁上 把生蚝铺到金银菇上面去 把蒜蓉酱铺上去 把蒜蓉酱铺上去 搞定上锅蒸 水开下锅蒸4分钟就可以了 十一道开盖 甚至撒一点葱花上去 再淋上热油 金银菇蒸生蚝 简单易做的家常菜 男人的加油杖 女人的美容业 赶紧试试吧 最近长胖了 不能老是吃肉 大家好 我是桑哥 今天我们 简简单单 食材 杂菇一郎子 还有一点上海青 面材 现在把杂菇的根部给去掉 我这里 鲜菇 口蘑菇 还有炒菇 炒菇的根部很多沙 要把它切掉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很喜欢吃些菇 口感鲜 鲜 洗干净的上海青 也把它切成 还有准备好 烧一锅水 所以加一点盐 盐 盐可以稍微多一点 油 先把菜烫一分钟 烫一分钟 烫一分钟 把它捞起来 把它捞在盘子上备用 炸菇 也下锅焯一下水 焯30秒断生即可 捞出来备用 重新起锅烧油 还是不会提到油 把它炒爆块 好一点 上头先爆香 炸菇为锅 翻炒一下 加一点蚝油 酱油来一点 香油来两滴 再来少许鸡粉 勾一点芡 好了 出锅 撒一点红的 顶缀一下就可以了 简单易做 营养美味 好吃 不长肉不说了 赶紧开发吧 今天点赞 拜拜 每次做这道菜 放多一锅吃一碗 大家好 我是张哥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 梅菜蒸排骨 准备食材 前排两条 梅香肝提前泡 还有蒜末姜末 干辣椒 洗干净的排骨 加一点清水 浸泡五分钟 去掉血水 再用厨房纸 把水分洗干 再把处理好的排骨 腌制一下 来点蒜蓉 姜米 少许盐 胡椒粉 酱油来一勺 薄油一勺 香油半勺 稍微久放均匀 加一点生粉 最后加一点油 把它封住 久放均匀 放一旁 让它腌制一会儿 来把洗干净的菜肝 切小 起锅烧油 把锅烧热 不用放油 菜肝先炒一下 菜肝稍微炒一下 味道特别的香 把肝辣椒放进去 不喜欢吃辣可以不下 炒出味道 把它倒到盘子里 再把腌制好的排骨 放上去 上锅蒸 水开下锅 蒸15分钟 时间到开盖 哇 够香啊 趁热撒一点葱花 点缀一下 放去放去 菜肝蒸排骨 排骨鲜香 菜肝脆 汤汁放放 一流做好也特别的紧张 赶紧开放吧 记得点赞 拜拜 不要紧张 già 根本爱到了 拎尔 太厉害了 这种紧张 天 pharmac 再买一点 别人只好 能拌Fin 不要 Kelsey dream 翻 鸡肉 正常过冬之前 拜老爷不需要煮一排猪肉 猪肉煮了差不多了 不快地炸一下 没有血水就熟了 好香哦 油温3段5成的香鸡尺 小火慢慢的炸 不能开开了 别拔过了哦,要拔它漂亮哦 妈妈,拔不漂亮 你在说什么? 它坏了 坏了 坏了? 你就好 嗯,又炸了 它白料都炸了 白果也放锅里蒸20分钟 哇,这个偶蜜,好香啊 现在不想吃头 但是不能吃 偶蜜百贯 要腻 蜘蛛肚子会滴 口感更加的细腻 哇,好香 来,做一道 回来,我好喝 多黏多黏,多黏多黏 下去了 厉害 得来 我去炒茶吧 我去炒茶吧 拿回去 冰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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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煮多汁 隔了 emancip,煮多汁 盐煮炒 煮出很大 煮出比较好吃 烤鱼鱼 出锅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洗锅 烧油 砂锅烧热下油 香菇先爆香 再来点猪肉 稍微炒一下姜丝 把姜的味道炒出来 再把粉丝放进去 喜欢吃粉丝的人可以多加一点白菜 木耳 加一点点水 有个小半碗就可以了 先盖上盖子 把白菜煮软 把白菜煮软来调点味 加点盐 鸡汁 蚝油 胡椒粉 来一点 试一下行当 再盖上盖子 转小火 炖五分钟 时间到 开盖 也会闻到香味 把芹菜冲锅放进去 红辣椒 顶碎就可以 介意的就不要瞎了 盖个一丝一丝 商期二十一 开盖 本丝白菜煮 做法简单 口感鲜莲味美 这道菜非常值得一试 喜欢这道菜记得点赞 拜拜 盖哥 今天平安夜你要送我苹果了 我要拿来做菜的 还有白高清一场 我以为要送我苹果了 拿来做菜 夹料名价 调苹果有没有变变 好香吗 对哦 除了苹果 还有鸡肉 两个无花果 一个蜜枣 鸡肉 先冷水下锅 焯一下水 苹果在伤口上撒一把盐 然后搓洗干净 看 现在又是我们益西的特色 停水停电 再把它一分为二 把心去掉 那么特别的日子 没有礼物 然后连吃半个苹果都不给我 去买两个苹果 多简单 拿苹果 给了我做菜 是不是 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对不对 烧掉血水 倒出来洗干净 处理好后 放砂锅里面 煲姜片 胡瓜果蜜枣 还有苹果 盖上盖子 煮开后 熟火煲一个小时 煲了一个小时的鸡汤 加点薄盐 调效味 盐不要太多 把苹果捞掉 这款汤 口感清甜 汤中又带有一点果酸味 好喝不腻 营养又美味 来来来来 赶紧试试看 先我闻一下 甜不甜 哇 这里 真的好甜哦 有点辣糖呢 有另外好吃吧 好吃 真的好吃 赶紧 买苹果 包上去 记得点赞啊 拜拜 哇 真的很好喝耶 赶快回家给你女朋友包去 看我老妈种的芥朗 什么漂亮 再一点去炒 今天热菜 我主要用的是芥朗 来炒鲍鱼 先把叶子摘出来 叶子可以拿来炒牛肉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食材 来把鲍鱼刷干净 洗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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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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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这个芥朗骨一下就熟了 来调点味 少许鱼入 把鲍鱼围锅 辣椒片 再一点点SO酱 那个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最后勾一点芡 出锅 芥朗骨炒鲍鱼 口感又香又脆 非常的下方 希望的朋友可以试试看 记得点赞 拜拜 黄鱼酱做又香又香 大家好我是桑哥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朝上方的 家常烧黄鱼 准备是黄鱼一条 芹菜 葱 红辣椒丝 还有姜丝 黄鱼 来给它刮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锅烧热 下猪油 再把鱼推进去煎一下 用猪油稍微把鱼煎一下 吃起来就要香一点 稍微煎一会把它翻过来 再放入姜丝 来有入豆酱 加一点水盖上盖子 让它焖一会 焖4分钟 芹菜 中段的辣椒丝 家常烧黄鱼 搞定出锅 黄鱼这样做 是不是很简单 又香又咸 特别的下饭 鱼肉入口即化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看 记得点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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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